尹之乐 耶胡达书 阿尔萨玛西哈的仆人 伊尔姑白的兄弟耶胡达 写信给那些被罩的人 就是在真主复理蒙爱 并且为了阿尔萨玛西哈 而蒙护佑的人 愿慈敏 平安 慈爱 多多嫁给你们 亲爱的 尽管我曾经迫切地 想写信给你们 谈谈我们共享的救恩 现在 我更觉得必须写信劝勉你们 要竭力维护 从前一次就全交给了 圣徒的信仰 因为有人已经混进你们当中 他们就是早被判定受刑的 不尽钱的人 这些人 把我们真主的恩典 当作放纵情欲的借口 并且否认独一的主宰 我们的主 阿尔萨玛西哈 虽然所有这些事情 你们都早已知道 我仍然要提醒你们 从前 主 从埃及地 把人民救出来 接着 就把那些不幸的人 除灭了 还有 那不守本位 善离自己居所的天仙 主 就用永远的锁链 把他们拘禁在黑暗里 直到那大日子的审判 又像索多玛 俄莫拉 和周围城市的人 与他们一样的淫乱 随从反常的情欲 以致遭受永火的罪行 成了后世的借鉴 虽然是这样 这些最深梦死的人 还是照样玷污身体 藐视主权 诽谤尊荣 就是大天仙 米卡依来 为了穆萨的埋体 与伊布列斯争论的时候 尚且不敢用诽谤的话 定他的罪 只说 诸责备你 但这些人 诽谤他们所不知道的 他们只知道 按本性所能领悟的事 好像没有理性的禽兽 就在这些事上 败坏了自己 他们诱惑了 因为他们走上了 加比尔的道路 又为了财力 闯进巴兰的歧途 并且在哥伦的背叛中 灭亡了 这些人 胆敢与你们同袭 他们只顾为保自己 是你们碍言中的暗交 是无语的浮云 随风飘荡 是秋天不结果子的树 死了又死 连根拔起 是海中的狂浪 溅起了自己可耻的泡沫 是流荡的心 由漆黑的幽暗 永远为他们保留 阿丹的第七世孙 伊德利斯 也曾经预言这些人说 看 主将同他的千万圣者下降 要审判众人 又要定 所有不敬钱之人的罪 因为他们妄行 各种不敬钱的事 并且说了种种 刚毙的话 顶撞真主 这些人常发牢骚 怨天尤人 顺着自己的私欲行事 口说夸张的话 为了利益 就不惜阿谀奉承 但你们呢 亲爱的 你们要记住 我们主 阿尔萨埋西哈的使者 从前所说的话 他们曾经对你们说 末世会有好讥笑人的人 随着自己不敬钱的私欲行事 这些人分党结派 是属血气的 没有圣灵 但你们呢 亲爱的 你们要在极其圣洁的信仰上 建立自己 在圣灵里祈求 要谨守自己在真主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 阿尔萨埋西哈的慈命 直到永生 有些人心里疑惑 你们要慈命他们 有些人你们要拯救 把他们从火中抢救出来 有些人 你们要战战兢兢地辞命他们 连染上情欲污渍的衣服 也应当证悟 愿荣耀 威严 能力 权力 借我们的主 阿尔萨埋西哈 从万世以前 及现在 直到永永远远 归于独一的真主 我们的旧主 祂能护佑你们不知跌倒 使你们毫无瑕疵 欢然站在祂荣光之前 阿弥 优优独一封 优独一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